我覺得那些很多女生 女人專可憐 男人不是最愛嗎 但是女生心機不是太重 有的時候會做一些誇張的事情 像我的一個美國朋友 她在美國上一個演戲的課 那個沒有朋友的女生她叫 Jamie好了 那另外一個同學她叫Alice Alice就覺得 Jamie很可憐 那我介紹一個男生給她認識 那個Alice的一個朋友她叫John 她就跟Jayme說 好 給你認識John這個男生 而且他們兩個是好朋友 所以她也知道John是一個好男生 那他們出去了 過了幾個禮拜 Jayme打電話給Alice說 好可怕 我不想再跟John見面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她想抱我 這很重耶 對 然後Alice覺得 怎麼可能 這個我跟John很熟耶 她應該不是那種男生 她不太相信那個Jayme 但是Jayme就覺得算了 算了 然後但是 她也沒有警報或什麼 她完全沒有 報警 對不起 她沒有報警對不對 對 但是她就過了幾個月 那個Jayme 很多人都發現她越來越奇怪 那從那天就是十個月之後 上課某一天 那個Jayme突然說 怎麼辦 我身體好不舒服 我就要去醫院 對 然後她就說 好奇怪 她長得不像懷孕的樣子 她... 好了 沒關係 我們就趕快讓她去醫院好了 那她到醫院了 然後醫生就檢查一下 你怪怪的 你根本沒有懷孕啊 所以她說她消化不好耶 她的想法 她的幻想 她的想法就是那個 她幻想 搶爆她 搶爆她 然後真的懷孕人 要生小孩 但是那些事情根本沒有發生 她就說他們根本沒有這樣子玩 完全沒有 完全幻想的就是 她就覺得她這樣子可以同情她 就覺得你很可憐 這樣很爛 那我們當你的朋友 但是這招真的太恐怖了 其實我有在美國聽過這種歷史 很常常發生 其實我覺得搶爆 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對 但是我發現在美國 很多女生他們會濫用這個字 搶爆 就是他們可能不喜歡這個男生 然後他們不要人知道 他有跟這個男生在一起 所以他就說他又被搶爆了 也有另外一個女生 好可怕 他們喜歡他們說是懷孕了 但是他們就假裝 因為他們要更多人照顧他們 但是他們根本不是懷孕 以前美國有一個案例 是一對男女朋友 是 本來男生是沒有要結婚的 後來女生就跟他說 他懷孕了 而且是五胞胎 然後肚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經過九個多月之後 他覺得他要生了 到醫院之後 我跟你講 這中間沒有任何一次殘檢 可是他肚子一天難 而且他先是說 應該後來變雙胞胎 後來變三胞胎 後來到醫院之後 醫生就跟那個男的說 你女朋友 他肚子為什麼那麼大 肚子越來越大 他就是幻想他懷孕了 他越吃越多 那個大肚子 那個大的像懷五胞胎肚子是假的 他已經幻想到這個程度 好強 然後到醫院才發現 這個女生根本就沒有懷孕 傻了 那個男的也很笨 不是,好恐怖哦 可是他真的肚子 因為美國的餐廳也不像台灣這麼多次 餐廳 但是是不是沒有朋友的人 其實腦子有部分是有一些 就是有問題 有幻想之類 以前有一部電影叫美麗禁見 你們記不記得 記得 就是那個男生一直幻想說 他其實有一個他的室友 然後後來才發現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所以沒有朋友的人 是不是真的很恐怖啊 有一點 我覺得這樣 像我以前常常幻想 我就是兵棋部啊 你看,這樣想... 所以... 沒有... 終於有了 所以你朋友太多也是會幻想 好,而且你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沒有朋友告訴你實話 是不是 對 打他,別他 你講這個話 被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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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轉 對不起,對不起 你不要轉 孕婦不用 孕婦不用 可是我覺得就除了女生之外 因為剛剛講到都女生嘛 如果男朋友 他沒有自己男生的朋友 也有點困擾耶 對 因為像我前男友 他就是這樣 有一次... 可是你不就喜歡這樣嗎 就會很黏女對不對 對啊 我是喜歡 可是我覺得要有一個限度 適當 對,要有一個適當 他沒有限度到什麼地步 就是當時呢 我就跟他講說 我要跟我的姐妹 他要去吃飯玩 然後吃飯玩還要喝下午茶 我說時間會有點長 那你自己看 你要去找朋友還怎樣的 你自己想辦法 他說 可是我也沒有要幹嘛耶 那沒關係啊 那我載你過去 然後他就載我到那邊之後 我就覺得他會自己去安排他的事這樣 我就很放心了 然後就去找我姐妹濤 那天因為我們真的聊得滿愉快的 所以就我吃完飯在家喝下午茶 總共快六個小時 結果我就想說 那個我們就是吃完飯也喝完下午茶 我要回家了 然後我準備要出去搭計程車的時候 我就發現 他的車還在那邊 他等了我六個小時 車就一直停在那邊 然後我就趕快上車 我就說 你剛剛都沒有去哪裡嗎 你沒有去找你自己的朋友嗎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沒有啊 我剛剛都在玩這個手機的遊戲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他就是因為他也覺得說 就是還要去找朋友很麻煩 他乾脆就在那個餐廳跟下午茶 那個店的外面等我 然後他就等了我六個小時 他就怕被你揍對不對 你這個真的還好 真的哦 有些人從早上 可能老婆上班十一點到半夜十一點 下班十二個小時 他就坐在那邊十二個小時 誰 是誰 連打電動都沒有 是誰 連打電動都沒有 他姓梁 爸爸是迷福英雄 那是梁又舉嘛 打他 可是你這樣會讓我... 你打電動有啦 對 女生會覺得不好意思 不要這樣 可以安逸到自己的事情嗎 我跟你講 這樣女生有一天會煩 對,因為常看到你嘛 對啊,你問一下 你老實是個煩惱嗎 不是,我也是看人啦 如果采華姐 我就不會去 就不懂了 你受他 怎麼這樣 我真的好奇 你老婆有沒有跟你說過 你有一天不要來 也沒有,他也希望我去啊 真的嗎 對,他覺得說上班 所以你們彼此兩個人都是 你一個是沒有朋友的女生 一個是沒有朋友的男生 然後湊在樹下 剛好 剛好一百分 另一半沒朋友 是不是會給你帶來麻煩 會嗎 會嗎 有嗎 請回答 其實我是還好啦 我希望采華姐如果沒有 不要硬講 會有 我有一個女朋友 也是我們圈內的女藝人 你都講你圈內的 對 不然我要講誰 講啦,後來繼續講 因為... 他講這些也好 你不要禮貌 好像是 怎麼會讓采華姐講的行情很差你 好,漂亮 漂亮 你怎麼這麼好啊 不是,我現在講的就是我的一個朋友 比較小的時候呢 就交了一個男朋友 那這個男朋友長得非常的帥 然後又酷酷的 又冷冷的這樣子 哇,好有型喔 你知道有時候女生呢 就是看到這種帥哥就動不動 然後那時候我們一直覺得說 這個好像看起來就是 油腔滑掉的感覺 就是不是那麼一定很花心這樣 他就說不會,不會啊 我很喜歡他,我愛他 我離不開他 我愛死他 然後就跟他交往 交往呢,倒沒有... 他大概一、兩年 然後就發現他不是很OK 想要跟他分手 一、兩年才發現不是很OK 對,那時候有時候愛情是盲目的 我們曾經都有過這樣子嘛 聊故事就好 還不趕快點頭 你們兩個要點... 我懂,我懂 對... 然後呢,就後來發現他不是很好 他想要跟他分手 結果這個男生不放 也不跟他分手 就把他關起來 關在家裡兩天 然後就不讓他出門 就告訴他 你不可以跟我分手這樣 可是這女生就覺得 哇,這怎麼這麼恐怖啊 那怎麼以後跟他相處 分手就... 就變成這樣了 結果呢,這個女生就跟他說 哦,好啦 就安撫他,就說 好啦,我沒有要分手 不會,我不會,我... 我沒有,那時候只是心情不好 緩兵之際 對,心情不好 突然間這樣講 你放心啊,我不會跟你分手 對,這樣 然後他就... 男生就比較放心了 然後就去洗澡 然後就... 他就趕快趁機偷跑 就坐了計程車 就一直叫計程車司機 開開開都不要停 你知道嗎 可以停嗎 闖紅燈都要開 趕快帶我走這樣 然後隔天呢 他馬上就飛去國外 然後去留學 很恐怖耶,這樣呢 很恐怖耶 這樣子的男生 今天有沒有恐怖 我大學的時候 有過跟一個女生認識 她就是沒有什麼朋友 然後他就會變成是... 他連同學都沒有 他有同學 可是他很少去往來 就是那時候一在一起之後 沒有互動 就是他跟他同學 沒有什麼互動之後 他每天都要 控制我所有的時間 我下課 他就要... 他要知道我的課表 然後照著我的課表的時間 來安排他的課表 就是學生時代不要選課 他會照我的選課時間 來做他的... 他來選他的課 就變成我所有的時間 掌控在他手上 然後他會開始 會把我的手機號碼 信箱的密碼什麼 他全部都控制 他會用我的 那時候還在用BBS的時候 他會完全用我的帳號上去 然後跟我身旁所有的朋友聊天 可是聊天的時候 是用我的角度去聊天 像我之前的男朋友就是 不管是我工作結束 或是要工作 他都會一直要接送我接送 有時候我就說 欸你去跟男生聚會 你們的兄弟聚會什麼 然後他也就不願意去 因為他就覺得 要把眾生放在我身上 然後我的生活 大小事什麼都要管 所以我覺得 要保持一點空間呢 人家還是自己 多出去打打球啊 就交交朋友都好啊 不要一直focus在我買什麼東西啊 或是怎麼樣管